一般的消費者來說 如果在引領眼鏡上有新的體驗 客人可能會有驚喜 加上對於我們來講的信任度大了之後 對於我們眼鏡公司的生意會大為提升 第一 可能因為化妝關係想戴太陽眼鏡 以前因為有近時的關係就阻擋了 現在就方便得多了 它可以戴太陽眼鏡 或者可能本身來說 原來有些活動是很適合它 加上來說可以代表我們其他生意會大大提升 通常一般客人如果經過試帶的服務之後 對於引領眼鏡有多認識 以及他與市公司和我們的前線人員 本身接觸過之後 感覺上良好 本身來說他們會覺得應該是舒適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他們會覺得 滿意了我們的專業態度 原來引領眼鏡不是一般那麼簡單 可以給予他們很多不同層次的感覺 例如怎樣才能做得更好 例如弧度或者不同顏色的選擇都有 客人感覺到之後 他們到後陌路續續回去幫我們賣些 信心度都 frequ duh 有的 例如小冊子 小冊子一般来说 我们在完成了一个 教除带后 通常小冊子还要更新 因为可以提醒它 例如清洁的事项 带的时间 带的福建 这个很重要 至于我们教它带除的时间 例如有些空限的时间 令它可以舒服一点 可以看着视频去做 亦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首先当然令客人轻松一点 不要太过紧张 戴全影眼镜也告诉他 其实一点都不困难 亦都可以说是很轻松的 其实好像滴一滴眼的水 拿着眼睛那么舒服 让它放松一点 去做这件事 很简单 一般过程来说 客人入到我们这里 配一个隐形眼镜 其实过程并不困难 和不会太浪费时间 最简单的话 我们经过一个简单的步骤 研眼 然后我们会有前性工作人员 将隐形眼镜戴上眼睛 让客人亲身感受隐形眼镜 和新的视觉感受 通常一般客人都满意到会大声 然后我们要教他们 如何去除 还有一个很简单 很轻松的处理方法 然后我们也会 约客人回来给我们服务 通常客人一般都很开心 回来的时间 告诉他们 我可以带多久 带多时间 我们也会很小心 告诉他们 隐形眼镜 还有处理问题 可能要提醒一下 这些店铺有时可能 在方心上都错了 现在的社会上高来说 其实隐形眼镜的比例上 在占我们的生意来说 算是一个比重比较大 不过我们通常一般市公司 或者从业的前线人员 就忽略了这一点 其实在事大过程之中 让客人感受到满意度的话 其实会大大提升客人 对我们的专业和信任度 其后会下来的话 眼镜的生意 和太阳眼镜的生意 基本上会是半公倍的 有点小的 我现在看下来 对你来说